台湾观光旅宿夜从去年下半年陆续有新品牌开设 来看到南台湾知名酒店集团砸下新台币7亿元 在府城南区插旗同时与台湾精品水舞金业者合作 客户化使用雾面黑跟雾面银 时尚风格结合在地元素 行销台湾品牌优势 做雷雕去把这个窗发展现出来 然后整个空间这个东西都是可以除臭除虫 然后散发出这种碳化的一个木纹香味 江台南窗花元素结合木纹与石材的碳化板 应用在拉门装点每个角落 二到四人的客房 以原木暖色调为主轴 打造慢活人文的氛围 还有强调优质时尚的客房设计 以黑白为主色调 房间墙面大胆使用黑色 加上几何切割 前卫时尚 就连卫浴水舞金相关设备 也配合饭店整体设计感 客制化特别烤漆成雾面黑 为时尚感加分 为了整体的部分把它全部 我们整间饭店的所有的出水 都改成是闭面式的 那是符合就是时代潮流 跟一些比较简阅简洁的方式 那其实这个建制费用反正是比较贵 我就会比较麻烦 要去烤漆 那其他成本大概是在 它的建制成本会多一倍 扩展全台旅宿液版图 墾丁知名酒店 砸下新台币7亿元在府城南区插旗 附近观光饭店就有6家 形成超级正区 业者以集团经验 推出全新住宿体验 每间客房皆采一房一厅大格局 而且配有两套卫浴设备 包含水舞金 家具 建材等 与台湾在地精品品牌合作 借由观光旅宿液国际化的客群 行销台湾品牌优势 老板的一个故乡台南 那其实落脚在增 我们会的想法是说 那既然都是一个在地品牌 那才会寻找一些在地的 台湾的精品优质厂商 毕竟我们是 Made in Taiwan的一个品牌 对 我们是这么想法去落实的 领先业界 带给游客五感全新的住宿体验 新唐利亚特电视 叶喜宏 李晶晶 台湾台南报道 好